从布料剪裁到缝纫 社区长者亲身参与每个过程 一阵一线慢慢制作法带 可以让老人家训练手部力量 还能增加指尖的灵活度 做起来相当开心 完成后也觉得很有成就感 这个训练比较简单 说我们就要训练 很快乐 现在老人参加这个 好像想着想着 播剃什么我都会笑 但是就是参加这个 手工不错啦 那我们是用我们的黄金人口 因为他们曾经有的一些 很厉害的一些手工的技术 还有手缝纫机的技术 来做一些生活用品 文化局也希望我们 借由这个计划 帮老人家制作一个 可以表演舞台的一些道具 所以我们做了法带 下礼拜我们就要来 把这些作品 一起来做一个成果的展示 长者所制作的手工包 可以放便当及水壶等 相当实用之外 也特别教导长辈做法带 动手动脑 期望让长辈们相互交流 从手作中找寻快乐 需要去动手跟动脑 还有有困难的时候 学会去找同学帮忙 这样无形中 他们就会不但动手动脑以外 他们还会自己站起来去交朋友 所以在这个课程的设计里面 我主要是让老人家 有更多的互动 还有对于自己曾经混会做的事情 把它展现出来 让自己很有自信 然后交到朋友 创东社区投入 县补文化局的社区营造计划 结合高龄长者的好手艺 推动黄金桥工房 县远唐小芬感谢长者的参与 贡献好手艺 一同惯心社区的发展 并肯定社区的用心 对于推动在地老化学习 有很大注意 让我们这些长辈除了能斗动 他们的手指之外 我相信说能够增进 他们的手部的一个运动 让他们的手部能够更灵活的运用 那我相信说这个对我们长辈来讲 是非常好的一项的活动 那在这里也非常感谢 我们壮东社区 我们的理事长所带领的这些志工 那希望说未来 让我们这些的社区的营造 所做出来的一些成品 能够让我们更多的人看到 发掘高龄长者的价值 一起做好玩的事情 是草屯镇双东社区 成立黄金草工坊的目的 因为发现许多老人家 年轻时都会学裁缝 家里衣服自己做 所以让长者凭着熟悉的手艺 一起投入社区营造 记者洪一伦炒豚采访报道